小蔥燒豆腐 我是阿老師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道小蔥燒豆腐 這道菜的食材很簡單 經過料理後 蔥的甜味和香菇的香味 與豆腐綿密的口感 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是一道非常清爽 而且又下飯的菜唷 現在來備料 準備蔥 把蔥擺的地方切成段 剩下的蔥綠切成蔥花 接下來把香菇切成丁 把豆腐切成大小平均的塊狀 準備一個鍋來煎豆腐 因為是不沾鍋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冷鍋冷油煎豆腐 豆腐煎到焦香酥脆的時候就可以翻面 翻面後加一點鹽 讓豆腐更酥香 兩面煎到上色之後 就可以放入蔥白 再放入香菇丁 蠔油 淋上米酒嗆香 煎至稍微收汁 燒熱砂鍋之後 淋上香油 擺入蔥綠段 放入豆腐 蓋上蓋子之後就可以準備上桌囉 豆腐 豆腐是含有許多豐富物質的食材 小小一塊豆腐 卻可以提供我們人體所需要的八種氨基酸 它更贏得了植物肉的美稱 只要豆腐燒得好 比肉都好吃喔 你們一定要試試看 嘿嘿厲害啦 阿豪斯要開課囉 如果線上的影音食譜 看了還不會做 沒關係 有我阿豪斯 親自教你做 也煮給你吃 在現場你可以學到更多 廚房裡面的撇包 教你怎樣料理美味 好好吃 期待與你相見 如果你想學什麼菜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掰掰 我喜歡把東西吃 你會做明白 你真是想練 我會待 ça 我會 symbol一下 你一定會想練 我會玩 你的姿勢